所以我们要从很广阔的这个领域 去探讨有关的课题 然后很特定的去分析一下有关课题 是不是真的是适合我们博士协谓的一个课题 然后去好好的问有关的提问 制定有关的研究目的 给你一个样本 就好像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体验研究 就好像两年前我们做了中国游客的体验研究 所以这门的研究是关于体验的课题 在管理一些体验的课题 是其中的一个蛮大的课题 然后把它在很特定的去分析出来 可能是这个顾客的体验 customer experience 或者是employee experience 或者是profile 或者是它的因果 到底是关于什么呢 你要在很详细的跟它分类出来 虽然你知道你是要做一项体验的研究 但是关于哪一方面呢 体验的哪一方面呢 是顾客的体验呢 还是你们员工的体验呢 或者是这些轮廓性 或者是因果方面的体验呢 或者是怎样 所以你要跟它 我们叫做dissect出来 分类出来 好好去了解这些 比较广阔的这个课题 还有比较精准 比较特定的课题 都一根的列出来 然后到时候你看 到底是哪一个课题 真的是适合你去进行这个 博士协位的研究 OK 可能后来你会写到 Effects of audience experience on aesthetic education 可能到时候你会选择 去做这项的课题 那就是观众体验 对美意的影响 你看一下 它的那个概况不一样 它的那个访问者也是很精准 而且他是在美意学的 这个美意的这个领域 所以请大家去思考好好 去读好好 有了以前的方法和知识 加上现在的方法和知识呢 希望各位同学真的能够坚定出 有好的这个课题 所谓温固而知性 能为师义吧 对吧 你一定要能够重温以前的这些 很好的这些智慧 加上现在的 现代的智慧或者是方法 把它综合在一起 有时候我们刚才综合在一起 或者是跟其他领域的 跨领域的这些智慧 来综合在一起 而吸取有关 很优美的一个模式 OK 所以从中就可以好好的去想 而且写出有关的研究提问 用what 用why 用what 通常我们会很想去了解 有关变量的这个维度 或者是有关变量的原因 为什么它会这样 而且我们也很想知道 它的后果会怎样 对吗 我们很想了解有关的变量 而且也想知道有关的变量 是它的来龙气脉 对吗 它的antecedence 或者是factors leading to that particular variable 而且我们也很想知道 这个变量 是不是有跟其他的人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访问者不一样呢 或者是其他机构会不一样呢 所以我们也是想要知道 这个课题在不同的组织 不同的这些政府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这些个人 是不是有它的差别呢 我们也很想知道 这个变量的 它的后果会怎样 它会影响到其他的东西吗 所以想想看这些都是 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这些研究提问 当你有很好的研究提问的时候呢 就好像有关的问题 就已经解决了一半 西方人有这样的一句话 A well-defined problem is half-s divisive half-sulfed 功夫 花时间 去好好去找寻有关的这些 文章 书籍 有关的资料 好好地去读 好好地去思考 然后 好好地去 写你的这个 研究背景 研究题目 研究背景 研究的这个问题 陈述 写好你的研究的提问 还有你们的研究的目的